而且開放的地圖資料庫 作為地圖資料庫 最大的一點是 它每一個東西 每一條路 每一個商家 然後甚至每一個東西都可以自己來編輯 都可以來自由地編輯 而且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地取用它 你只要有心 有時間 有一個夠貴的伺服器 你就可以用OpenTreeMail的資料 自己打建一個地圖系統 你也可以自己在上面做編輯 所以說它是一個很Promising的東西 就是完全開放的一個地圖系統 然後我們可以看一下台灣的東西 這次的話呢 我們的貢獻的主題在於台灣的河流上面 所以我們可以先往台灣的一些 我們可以先往台北市來看 大家可以看到台北市 假如我們把收放等級調得很低的話 其實目前為止 我們看到整個開放截圖的完成度 其實是相對蠻高的 以市面上的商業地圖來講 很多都算是非常高 但如果你把它收放到非常 你把它收放到接到等級的話 我們還有很多努力的方向 對 你可能店家的資料 不會像其他商業地圖來都完整 因為我們還有很多努力的地方 或者像說鄉下地方的巷弄 這個就是我們目前為止的落下 因為我們真的就是 我們真的就是因為自開放 我們要求資料的來源 跟資料的運用 都必須要去放售權 有時候每個人都能用 為了做到這個前提 我們的資料來源也需要聽過篩選 所以我們的資料引入速度 會比其他家的地圖都慢很多 這是一個相對的問題 但是 這是我們努力的 將近十年才做到的一個成果 大家可以看到 即將雙北市的話 資料是相對的完備 即將有些地方 在三重的一些鬧區 它的資料要就是相對的完備 可是當你如果把我們移到其他地方 例如像雲林的話 可能狀況都沒那麼好 苗翼啦 雲林啦 特別是雲林嘉義 雲林嘉義在台灣的話 就算是一個比較差的一個區間 你可以看到說 你就可以看到說 像那虎尾的那種區域 折天頰就不會下 就沒有很完備 這倒也是我們現在的一個缺點 但是也是希望說 我自己也是希望說 大家住哪裡 隨時看到什麼東西就補上去 因為這樣可以計程很多時間 因為即便是在台灣這樣子 一個地圖資料相對完善的地區 我們的活躍的貢獻者 大概也在十幾個左右而已 所以我們其實一直以來都非常辛苦 就是今天就是三四個人在那邊 當中日每天在花好幾個小時 每天在花半小時到好幾個小時 在改一組資料 對 我們每次這樣子累積了超過十年 才有今天的一個成果 當然就是說 如果大家發現說 這東西你喜歡 而且覺得有它的意義在 對 歡迎大家有夠就來做畫幾個點 也許就能夠到我們的馬 但是這樣的一個感覺 也因為它是一個全開放的資料庫 目前為止它是以非營利的機構 就跟危機一樣 它是以一個非營利的基金會 在進行運營 然後基金會就只負責 負責就是處理一些關於版權的問題 還有伺服器的運營 也就是說呢 實際上它們也是靠其他公司的贊助 也 跟超過的基金會一樣 都是靠其他公司去提供資源 或者是捐款來維持他們的運作 可是呢 目前為止 因為開放階層的這個計畫 很推薦 所以說 有很多商業公司會提供 基於這些 基於OpenStreetMap的場地 要配Bus 或者是有一些 有一些是想要透過開放階層 去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 在臉書 其實臉書對於開放階層 也有一些 或者在微軟 他們都有一些 對於開放階層的一些想法 對他們想貢獻的項目 但是每個人都各有居心啦 因為像Facebook是覺得不夠 那個是太貴 他們想要做一個自己的方案 對 或者下面Bus是想要靠 基於開放階層的圖專 做一個基礎 然後賣他的電子地圖 這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居心 但是開放階層 作為一個分引力組織 就是 提供一個完整的資料庫 讓大家取用 然後提供一個完整的平台 讓大家可以在上面購新的東西 這就是開放階層作為一個網站 他只要用回大家的東西 所以當然了 就是開放階層他的地圖圖專 也是非常標準的 SY 寄圖 ZSY 圖專 如果你學過地圖GIS的話 就只要目前全世界的那個地圖 大概都是照顧ProMaps的形式 就是以ZSY的方式去區分圖專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的工具裡頭 往路 然後 我們都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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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OperMaps的地圖 它是一張一張的圖片疊起來的 它會以地圖的ZSY去疊他的圖片 所以實際上呢 你只要知道那個ZSY的網址 理論上 你只要有辦法把開放階層的圖專 加到你的網站上面去 這是理論上 但是實際上呢 因為 圖專的處理 需要大量的伺服器資源 超級貴 與至於說 再為什麼不公平的資料賣錢 因為他知道這個運算資源超級貴 所以 它會賣錢是為了維持它的成本 而開放階層作為非銀利組織 我們其實 我們其實是希望說 如果你自己玩東西 我們OK 但是 如果你要架 基於開放階層的地圖的話 如果你的能量很大 你可能會被基金會封鎖 這是事實 因為 基金會的那個 流量跟它的伺服器 是人家其他大學或是 對銀利組織捐獻的 那些東西的運算能力有限 所以你會塞爆我們的伺服器 所以如果說 你想要做一個 例如說抓保地圖之類的東西 口罩地圖之類的東西 強烈建議你自己架 或者是用其他人提供的方案 去架一個自己的開放階層伺服器 例如說呢 一個蠻成熟的方案是 OpenMathels OpenMathels 是一個基於 是一個基於 OpenShootmap上的一個 另外一個開源專案 可以讓你 基於OpenShootmap上的 另外一個開源專案 它可以讓你在自己的伺服器上面 跑來一個開放 跑來一個開放階層的地圖系統 如果你要自己玩的話 也可以什麼這樣的一個 系統來定型 好 那以上就是我們 對於整個 OpenShootmap 它想做的事情 完全開放的 壁圖資料庫 它正在做的事情 就是 對於非引力組織 去維持它的隱喻 其他企業 對於這個 這個東西的想法是什麼 你可以用 講到的方式 來貢獻 我們是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最後再來說 就是 如果你有行銷紀錄器 或者有GoPro的話 你還有一種方式 可以來幫助我們 就是 透過Facebook 剛收購的一個 剛收購的一個 地圖公司 在Mapolary Mapolary 它是一個 地圖街景資料 它是一個 自由地圖街景資料庫 它想要靠的事情是 靠 靠 靠大家 自主提供街景 然後呢 他們提供平台 你用那個平台 給其他人賺錢 這是Mapolary的用意 可是Mapolary 給了我們 另外一個承諾就是 他們會 他們會長期開放 大家可以用那個 街景畫在我們 訓練上面 所以說 如果你說你有GoPro 或者是有行銷紀錄器的話 你可以去研究 看看怎麼樣 在Mapolary上 去貢獻你的行銷紀錄 因為像我自己 也貢獻了很多 行銷紀錄在上面 例如說在 台中市 台中市的話 你可以看到說 相對的是 非常完整 然後台北的話 也有其他人 有 有其他 好像有一個成員 他有拿到 預算 然後有在台北設計 研討街景 台中市有很多 志願者在跑 相當地下 雲林台南高雄 這就是我們空區的 雲林嘉義台南高雄 一直都是整個 OpenStreet Journal裡頭 比較弱勢的部分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拿GoPro再拍一拍 他們光光是建議 用GoPro拍 所以說 如果你手上 我會找GoPro的話 歡迎大家到 嘉義台南 雲林走一走 然後呢 錄一錄解體傳上去 搞不好 就能把到我們 這也是一種方式 然後呢 這個東西 他目前是 他們把這家新傳公司在做 這家新傳公司 剛被臉書收購 因為臉書對於 開放截圖的公司 很有興趣 所以他 他的收購之後 會承諾 會維持對開放截圖 開放這個承諾 他們有做這個承諾 所以 應該是正式都蠻靠譜的 也有其他的替代方案 可是 目前這個公司的方案 就成熟了 所以 算是推進給大家 因為我自己也佔用 好 那以上就是關於開放截圖 一個非常簡單明瞭的介紹 他的生態系 他想做什麼 你可以怎麼貢獻他 大概是以上 是另一個部分 好 那到這裡為止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那我們就來進入今天的一個主題 就是 合川資料的部分 我們為什麼要做合川資料呢 因為 是這樣子的 因為 我們的政府 他有做一個東西 叫做合川編號 然後呢 剛剛我們也有其他組織說 他想要去整理一個 台灣的合川資料部 然後 可是合川資料部 這種東西 很 他的聽證的領域很廣 他不只是一個 表格的資料 你可能還要有 這個合川的未知的資料 就會變成一個 給限定的資料在裡面 所以說呢 你的資料包括說 他的合川 叫什麼名字 他有什麼資料 他的 他在中央政府裡頭的 合川 合川局 或者是所有的 合川管理單位 他的編號是 前求技術 對 我再繼續講 那時間到會有錢 對 喔 對 是我要跟侯姻對不對 對 對 大概多久時間要移去 對 對 對 合川資料的部分 就變成說 第一個就是 他 叫什麼名字 他的主流在哪裡 他的哪些資料 他的編號幾號 叫什麼名字 然後呢 所以說呢 我們有這些資料之後 才能夠 才能夠去把 把一個完整的 台灣可川的東西 變成一個資料庫 變成一個 變成一個完整的表格 跟一個定理資料庫 這是我們今天收到 這是我們這兩個組織 這一次收到 另外一個組織的委託 我們要來做一個 完整的可川資料庫 而這個東西要怎麼做 我們就回到 如何編輯Open Streaming 這個組織上面 當你可以注意到說 開放戒圖的編輯 其實現在跟以前 比起來非常簡單 你只要先選好 你要編輯的位置 你在左上角 就會看到一個編輯按鈕 當你點下編輯的時候 他就會 當然你要先註冊 然後在上面註冊會員 非常簡單 帳號、密碼、email 跟其他任何網站都一樣 然後呢 當你進到裡面之後 就會進入他的 一個編輯器叫ID 你看到這間圖 有非常多種編輯器 可是ID是最容易上手的 因為可以直接在 軟軟器裡面使用 你只要有軟軟器 就可以使用它 它是基於HTML5的技術 所以你只要有軟軟器 就可以編輯 然後呢 當你選擇 它有教學模式 如果你第一次玩的話 你可以先玩一大教學模式 因為 做了這的話 你如果完全沒有用過 地圖編輯系統的話 它會需要花多一點時間入門 可是你基本上來講 你 它的ID的教訓 我記得都有做到翻譯 所以 照理說整個過程 應該很快 如果沒有的話 看一下英文 然後你可以選擇 在這個編輯 我們當然選下這個編輯 好 然後呢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其實 在整個開放地圖的指導庫 它的內容非常細膩 你可以看到說 不只 以整個河來講 它不只是河的本身而已 它包括了這個河 它的一些支流 例如說它的 有好幾個鎮 如果有的話 那水盒上面就把它畫上去 然後呢 會有行政區的交界 例如說 你會看到說 這是新北市不同里的 這個新北市不同里的交界 然後你看到說 這是淡水區 中間那一條 藍色的線 藍色的虛線 這是淡水區 跟巴黎區的交界 然後呢 我們也會有一些東西 像是 也會畫一些東西 像是那個 客輪的航線 例如像 魚人碼頭到淡水的渡輪 左岸到魚人碼頭的渡輪 其實 很多東西都 其實Oper Shimmer God 只要是 你地圖 你地上看得到的東西 照理說都可以畫 這是 這是我們社群的一個原則 你只要看得到的東西 就能畫 而且呢 我們做開放技術的貢獻來講 其實蠻強調 Feel Survey這個概念 也就是 實際 實際勘插 基本上呢 我們 比這鼓勵大家 你開放技術的貢獻 不要用超的 不要用比的 這來 我自己還是自己 常常幹這種事 可是 可是 基本上來講 請大家有個概念就是 你想畫什麼 建議你走過去一趟 看到什麼 拍下來 自己 或者是用 用Mac Pro輸入接近 你錄下來 再回放回去 然後呢 你再去編輯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基本的概念 可是呢 有的時候呢 當然 很多事情 以前 我們還沒有了 那麼多來源的時候 你可能要用GPS化馬路 那很痛苦 所以後來呢 OpenStreetMap 有很多熱心的衛生土資廠商 他們也看中了這個商機 但是免費提供給我們一些 溝照圖 所以說呢 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等一下飛機的時候 會有溝照圖 這東西不是 這東西其實不是免費的 這東西算是那個 其他衛生土資廠商 他們提供給 全方建築公司的機會 專門用於繪製地圖用 所以這個東西 請大家還是注意一下 除了一定有衛生土 就是它的目的僅用於繪製地圖 這是一個送給需要注意的地方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第一個 我們還會大家講的事情 是除了大家的地圖資廠之外 你在台灣來講 你要先點讀者 遍地設定 對 因為台灣綠色是病 可是很不幸的呢 病在台灣的狀況 目前並不是最優秀的不遭度 所以通常十至八九的地方 我們會建議你使用MESA的 MESA的Premial Imagery MESA是Digital Group 這家衛星組織公司 他們的地圖服務 這就是Glob 是世界最大的衛星組織公司之一 他們在天空上打 他們在地球上打 然後這個衛星 每天攀影不慢一點 然後像Google MESA都找到外面攀影組織 然後他們也有集中 也被人專給我們使用 目前是台灣能用到的最好的地圖之一 然後呢 所以說的 我們就先從衛星組 我們就先拉出來的衛星圖來看 就是 你基本上得 MESA的組織 基本上全台灣的覆蓋率 是相對高 所以 你基本上想畫哪裡都可以 就是 就當然喔 他這衛星組會遇到一些問題 天氣不好會有烏魚 有些地方還是會被折到 你可能就要畫一本不思話 然後還有一個問題是 就是有些地區 例如像是山區 因為他是從衛星上面拍 他不是從飛機拍 他不是從衛星拍 他的 他的相對的誤差 特別是在山區的誤差會很大 所以有些地方你畫的時候 要非常的小心 例如說像 最最早看法是中橫 中橫我們不知道現在好了 好一點的沒 像中橫的話 你會注意到道路跟實際的 你會注意到說道路跟實際的那個 你會注意到一個質疑 你為什麼我還這個地方好像路 路跟那個地方對不起來 可是今天這個不是 這並不是你畫 你要知道 第一個 你要確定他是不是畫錯 第二個 你要確定 你要確定他是不是畫錯 還有 你要確定自衛星組的問題 就是他的問題 因為 在那種山區的時候 我們拍下來的時候 他會有一個 在地圖時域上會有一個地 會受到地理政治 就是你拍下來的時候 會有一個 會扭曲掉 所以實際上 他會會跑一個例行組運算 讓那個扭曲去做修正 但是很不幸的 可能因為資料的來源 或者是拍下來的時候的限制 所以特別是在這種扭曲 山谷的地方 誤差會非常大 如果你的扭曲 如果你想畫錯我地方的話 你畫錯我地方 你可能會會清楚畫 因為誤差會非常大 我們建議你用GPS資料去畫 你可以上傳GPS上 開發街頭去畫 但是也有一個好消息 如果你想要知道之前的問題 我們還有一個圖專門可以使用 就是NLSC 就是內政府的國主中心 他們有提供低解析度的 低解析度的地圖讓我們也被使用 可是請注意 僅限低解析度 雖然做國主中心網站 有比較高解析度的版本 但是那個版本並沒有開放授權 政府的開放資料 只有允許到低解析度的部分 可是好消息是他的 好消息是他的準速度非常之高 他的目前為止 可能是你能用到的 全場畫面對準速度的來源之一 對 因為他們花了很多時間 跟預算在這個地圖上面 他們的更新速度也非常快 你可以看到說 在中文這個地方 他的投油的位置 路的位置 基本上是跟 基本上是對的 那表示一件事 那是會辛苦的問題 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通常來講 空照圖雖然很努力的在解小誤差 可是實際上還是會有四 根據食物狀況 還是可能會有四到二十公尺的誤差 所以說你在發東西的時候 不要一直 不要一直想說 哎呀他偏了 我把他移回去 不要有這個想法 因為此次八九的時候 我們已經把你投得很準了 通常你看到的都是 會進度偏了 不是你偏了 不是他偏了 所以 如果你真的懷疑是誰偏 請你點開NOSC NOSC 目前為止 我自己的話 就是都也 國土中心 就是NOSC 國土中心的 投資作為一個 到底是誰偏的一個依據 然後呢 如果你很厲害的話 你那個 如果你想把它移到正確的位置上 那個 我們那個IDL的工具 叫空照圖偏移一樣 你可以自己去調整 空照圖的偏移 例如說 你確定了 你第一種 你打他所有的東西 你確定不給我偏 你就可以把它 你就可以回到 Messor圖子上面去 然後把它移過去 照理說是這樣子啊 然後把它 可以把它做移動 對照理說是這樣子 可是山區都是別沒辦法 因為山區的圖子是扭曲的 這個主要是說像平地 那有些地方 平地是你會有幾四五公尺 那種狀況上 你可以通過那個ID裡頭的 主配以來工具 去把它稍微移動一下 把它畫起來比較正常一點 可是呢 很不幸的事情就是 你如果是上山區 這就知道要辛苦一點 建議你帶一台手機 做GPS錄下來 再把它存上去 這樣會比較安全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 這是第一個 大概跟幾個開放地圖的一些 的一些注意事項 組織的部分 再來就回到資料的部分 當你在ID上面 選擇的任何一個物件 它都會出現很多東西 但是它的圖桂類型 它的欄位 圖桂類型 欄位 我們看到它說 它可以做的事情很多 然後 這是我們可以放一些觀念 然後呢 其實呢 在資料工裡頭 它是用標籤的模式來組成的 我們可以點開來看標籤 對 這個標籤就是我們開 就是我們開放介圖裡頭 實際上 把資料 它都會組成一個 key value 的結構 就是 每個東西 每個點 每個線 每個面 都可以變成說 一個件 跟一個值 的一個組合 例如說 它的名字叫 隔絕頭隧道 它的英文名字叫這個 作用名字叫這個 然後它是 它是什麼highway 就是以台灣來講的 primary 就是神道 這整個 整個 台灣的道路編制來講 它有分 省縣 省道 縣市道 鄉區道 它還有沒有等級 大概是三個等級 然後呢 它的 它的編號是 八號 你有沒有看到說 我們連編號都會寫 以台灣在地圖上面 看到它才發現 所以在地圖上面 就看到它是一個 橘色的八號神道 這很明顯 因為這個東西 全部都會應該知道 不理念 我們還會建議說 假如它 它是不是腳踏車道 然後腳踏車道 是不是雙方都有 還是一邊有而已 我們可以做到這種程度的編制 對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其實 歐根區域混他 你的地圖 它是一個資料庫 所以你看到它 嘴上的預設圈欄 我們可以另外用這個資料庫 做其他的去 例如像是 這次自行車地圖 你看 我們可以看到說 紫色的部分 就是有人說 這個東西自行車道 它長怎樣 你起自行車的時候 就可以用它的自行車地圖 來看一下說 而且像台灣之前有花錢 有花預算去做編制 說全省的 全台灣的一個環島引號線 跟它的環島系統 雖然那東西開放程度沒有很高 可是我們發放很多心思在修正它 如果你發現錯了 也歡迎跟我們 也歡迎跟我們的反應 對 當然 你可以起早到車的時候 這個東西 就可以我們參考的價值 當然 相對是這樣 很多東西 像是機車 早上很難做 我們也很努力 可是 說實話 我們也做得不夠好 如果你對於這個東西有興趣 也歡迎你去追究 這個地圖資料 好 好 然後呢 我們就來進入今天的重頭戲 就是盒裝 以正常路來講 我們會看到一個盒裝叫利物熙 利物熙還可以 利物熙大概有間 對 然後呢 換到頭前心了 難過支援我們 沒有頭前心嗎 頭前心是新竹嗎 沒有問題 對不起 就是縣事業 好 我為什麼輸了 你可以直接送頭前心 不是 我怎麼用 只是做我 不是用筷子 對 我一定是用GoModel 等一下 喔 知道我頭一塊了 我 動機 關鍵都在打開 嗯 我覺得是WiFi的問題 等一下 在電腦自身 上次 再放你出來 然後再穿開 好 我們來到了 新竹跟竹北的交界 有一條溪的頭前溪 如果你搭高鐵 從台東到新竹的話 它是進行復戰之前 你會遇到之後 一條大河流 頭前心是這樣 然後呢 當你 哎 我們當然要解釋一件事情 就是 整個 WiFi的資料 大致下 分成 所有的地圖 到這 都是三種東西 走構成 點 線 或區域 你要不要點線或區域 非常 它其實非常直覺 它就是跟其他的 不同的ID一樣 你只要 走這裡的示範而已 大家不要真的玩 按下線之後 它就 你可以畫一條線 就 放開 然後點反線放開 它就完成 你就畫了一條東西在上面了 接下來 你要選擇它的標籤 就是 以ID來講 就是你要先選擇它 是什麼種類的東西 例如說它是水路 水路的話呢 嗯 大致下來講 我們 這幾個東西 我們大概是 好 我們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一次 我們 基本上 我就要簡單一點 就分成四種 第一個 人不能跨越的 我們不要河流 人不能跨越的自然河川 我們不要河流 人可以跨越的自然河川 我們不要溪流 也就是說 你玩跑酷也跳得過的 我們就溪流 你玩跑酷也不可能跳過的 我們不要河流 對 然後 一樣的道理就是 如果你 你玩跑酷 不能跳過的 不能跳過的那個 人造 人造風渠 例如灌溉菌 大盾 然後什麼 排水 排水溪 排水溪 我們一定標運河 人可以跳過的 我們不要渠 勢 大概是 欸我們那是勾渠還渠 我看到裡面是什麼 這個 勾渠是地渠 OK 什麼問題 那渠就是 那請大家標 眷 眷就是 眷就是 眷就是渠 對 大概就是 它的四種 然後你要給它的時候 找點一下它的類型 按一下 就可以同編了 我們再來跟大家 旅遍的一次 就是 人跳得過的 標 溪流 人跳不過的 標 河流 這個是對於天然 天然河川 對於非天然河川 例如江南大盾 例如 例如 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什麼排水 對 大塵排水之類的 你之類的 你剛剛講到 你是什麼排水 那請標運河 或者區 大概有一些很靠背的地方 例如什麼排水溪 那個 荒漫資料會有什麼排水溪 排水溪 那 很大斟酌一下 就隨便選 對 今天 可是我們建議它標對比較好一點 對 好 因為做點事的時候它會影響到 因為例如說 例如說 假如說是那個乾淨是沒有水的 那 會有 乾淨沒有水的情況下 會有另外一個Tag叫做 周情性的 對 它的離子翻的不好 對 周情性的意思就是說 它經常是乾的 台光電會充滿水 這不叫重啟性 在 實際上去難的時候 它會變成曲線 對 然後呢 它有一個動畫是 它是一個渠 然後它穿過一條馬路 其實實際上你要把它切開來 然後再標它是 標它是隧道 對 這也是一個 例如說 可能有一個空派的渠道 它通過某個手畫區 變成地下了 其實可以這樣標 對 你實際可以標標 反正很難畫 因為空派服沒辦法畫到隧道的部分 其實 這個也是跟大家講 以後如果你有興趣可以這樣畫 對 好 那回到高區上面 我們回到河流 所以第一個 我們可以知道 它不可能剛好去住我們到河流 它的名字叫做前溪 它有公語的名稱 然後 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讓大家關注 我說這次我們還沒有做這件事情 好 它會不會有那個潮溪 或是會不會有干吸的時候 這些東西也先不引發 然後呢 我們這次還要特別關注 兩位就是 VT data 它的危機數據 危機數據是 危機數據它是一個Q開頭 它是一個Q開頭的東西 其中 像這樣子 然後呢 好消息是 因為危機數據已經 翻譯面記的名字 所以說 當你其實 你把危機數據的號碼 寫進去之後 它上面的名字 就翻譯所定住 因為它要根據 危機數據 自動翻譯這個名字 這是ID 就是ID這個編輯器 它自動翻譯做到的事情 對 然後結果它回流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呢 好 我們 面記完之後呢 你教室的一定是要儲存 你不儲存的話 簡單 沒辦法 你的貢獻不會被放上去 不會被上傳 然後呢 那裡的話 做錯了 ID也可能會變得 忽略的操作功能 都很直覺 然後呢 所以我們在這裡 我們可以做個貢獻 叫儲存 我就寫說 偶前期 一路進回 腳 入衣 腳 入衣 上傳 這樣子我們就成功的做出了我們第一筆對開放尖圖的貢獻 這是這麼簡單的事情 那我要說你要畫一個新的核群就是 縣 嘟嘟嘟 然後選河川 然後選溪 然後呢再把該補活動一補一補 然後再補活動一換上去 然後大陸可能需要大家通力合作 可是因為有活動一補的 欸 未經在大陸上的活動間了嗎 大部分 大部分 喔 換成問題 好 那除此之外呢 他除了縣之外 我們要跟大家介紹一個 下一個東西再關聯 關聯這個東西是什麼 因為可能一個項目 不只有一個點線面構成 他可能是三四個點線面 甚至是攜帶的點線面構成 這種情況 或者是說關聯 或者是說一個東西 他可能用樹狀的 他樹狀的 一個東西有一個東西的分支 他還有在 他下面還要再分支一個系統出來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東西叫做關聯 來去管理這個 來去管理這種類型的一個物件 關聯就是說 第一個關聯可以有自己的名字 可以有自己的特色 可以有自己的見跟直 他會第一 這個關聯是哪來幹嘛的 關聯會有 除了這個他本身的特色之外 他會有所謂的成員 relation的成員 關聯的成員 就會指定說 這個關聯有誰 然後呢 他每個人是什麼角色 這例如說好了 就給大家一個例子 就是 你要怎麼在 open 虛弱上 畫多 多邊形 多邊形的話 我們大概畫的是 我們開一個關聯 它是屬於多邊形 然後多邊形裡頭呢 它是多邊形 然後這個多邊形 可能是個建築物 然後這個建築物 它會有哪幾個面 作為它的外框 哪幾個面我要把它除外 這個大概就是 關聯的一個實際的用途 而我們這一次 使用關聯的用途 在於定義幾個手段系統 所以說呢 你可以看到這邊 跟你往 這個特徵 往下轉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東西的關聯 你會知道說 它是 這個的意思是說 這個東西 這個 這條線 我們現在選的這條線 它是水路 它是一個 水路關聯 名字叫頭前溪 的一個成員 然後呢 這個成員 在頭前溪 關聯裡頭的角色 是主流 Land Street 所以說呢 可以看到這東西 然後呢 如果你拍那件事情 你見了一條河 它沒有關聯 我發現 你叫它一家 然後呢 然後呢 你去選一個關西 如果你真的沒有 就選建立型關西 大概叫這概念 然後呢 當你見面的是關西 如果你是從 已經有的關西進去之後呢 你就會看到 等一下 對對對對對 好 你就不知道說 今天這個高度沒有比較好 今天它一看 一定有個缺點 你可能知道你在變的東西 是關聯 還是 還是點線面 你可以找一個 就是 這下面 它如果寫成員的話 就是 然後跟你的電源 有東西是關聯 沒有 你不知道這裡寫的是關聯 你怎麼是你在變的東西 是點線面 對 很不幸的 Idea 可能是當義的問題 可以可能是氣種的問題 對 然後呢 其實關聯的 基本 基本元素 跟 剛才還算是一樣的 名稱 還有我們這一次的重點 兩個重點 第一個 它的危機數據 危機數據 它會有一個自動完成的系統 你可以說 只要有建港的東西 有名字的東西 你找到送信它的名字 它就會幫你找出 危機數據的號碼 如果你真的 鋼件 或者是 名字找不到 你自己在危機數據 這樣補一個 補完之後呢 你在上面再打 Q幾號 幾號 你這次改完之後 它就會幫你自動把名字 照理說 你就會自動把它的名字 就是把它在危機板 裡面 有機會嗎 危機人 對 就是說它會自動把它的名字 跟危機板的裡面 可以補上去 所以照理說 你只要加上危機數據的號碼 就沒問題了 當然 更適合我們做人 在於說 請大家補參考編號 對 這個參考編號呢 請大家 使用我們政府資料裡頭的 政府資料裡頭 有一個核串編號 有一個核串編號表 請大家 也要上PDF上的表格做移歸 然後很不幸的 讓它表格上面的核串定義 有一些名字很詭異 有一些名字很詭異 定義很詭異 如果你遇到這種狀況的話 歡迎跟我們討論一下 我們會幫克林解釋說 這個核串應該要 放在哪裡才對 然後呢 請大家編輯 構陷的時候 去看那張表上的C 找它在哪裡 然後呢 它沒畫起來的話 把它畫起來 它有畫起來的話 就跟它的有間關聯 它的關聯裡頭 要有變化無微機數據 大概是我們 這是我們這一次 只要做的事情 對 所以說呢 然後呢 當你建好了關聯之後 再來就是成員 成員部分 有幾個重點 第一 我們當然上回覆了兩件事情 第一個是說 它的成員 第一個 它的成員是說 它有 它的地方是 它除了成員 有它的點線面 我們把它的點線面 除了它的角色 角色就是這邊 你可以選擇這個東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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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在 這個分別的半個想像的角色 我們今天會用到 角色有兩種 一個它叫 Mainstreet 一個叫 一個就是它的 支流 支流 這個 我不知道怎麼念 對 這個叫支流 但請注意一件事情 你 Mainstreet是 對點線面最佳的 但是很不幸的呢 支流 然後請你加關係 請你加別的關聯 也就是說 以這裡來講的話 你可以 我回去一下 我們回這邊 然後呢 從這一點去關聯 然後呢 對 對 關係會下載 下載看看 它這個下載 如果出 如果把它出現會下載的話 就把它下載下來 三頭 三頭利息 我們可以正式的 正式的 正式的 大家知道怎麼做了 好 那我再給大家解釋一下說 我們要怎麼對加這個支流的關聯 這個時候 你現在變了一個 頭前西的支流 它要三頭利息 對 我們變了一個 我們變了一個支流 最好是要三頭利息 我們變了一個關於 關 我們 好 對不起 我怎麼 我怎麼解釋一次 對不起 第一個 我們講我要做三頭利息 我們會先做一件事 第一個 我們到三頭利息的 三頭利息的這個 這個 這個 正好線 然後呢 新增入一個關聯 然後因為沒有負關係 我們建立新關係 建立完新關係 建立完新關係之後呢 大概就是會 大概就是會 會像 這個樣子 建立完的關係就像 這個樣子 然後呢 那你建立了這個關係 把關係的資料 那個儲物都填好之後 馬關鍵這個 知道出場了 就是剛才有個成員 成員 吸頭 吸油三頭利息 然後呢 其他的吸油就是 當你畫了兩段三段四段的時間 你要把它加入這個資料裡面 你就是回到這邊 回到那個盒上面 然後呢 在關係裡頭 加 選擇附關係 選擇水路三頭利息 然後選擇角色 mainstreet 對 也就是說成員都是要從 好 成員的 把成員加熱關係 在ID裡頭 以設要從成員 繼續選 這是ID界面的一個限制 有的編集器 像GOSM 就可以直接關係 打關係 可是這個操作就很麻煩 操作就很複雜 要學習 你ID還有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 當你把三頭利息的關聯 建立起來之後呢 你最後要想辦法 有點麻煩的是 因為ID編集器的關聯設計 沒有那麼直覺 回到頭前溪上面 然後從這個關聯裡頭 可以進到頭前溪的關聯 然後呢 從這個關聯裡頭呢 把 啊 不對不對不對 對不起對不起 我展錯 對不起 我們 我們把三頭利息的每一個河川 都加入三頭利息的關聯之後呢 下一步應該是 我們回到三頭利息 然後呢 找到三頭利息的關聯 然後 在這個地方 新增制關西 選擇副關西 打 頭前 水路頭前溪 角色是 支柳 對 大概就這樣子 對 好 那這個大概就是這一次我們要做的事情 然後很不幸的 因為它很複雜 所以我預期大家一定會做錯 可是 沒關係 就是 歡迎再玩玩看 我們這 這個問題我們會修 我們 我們這 我們這 這幾個還有經驗者 我們會負責去指導他這樣 分不分的幫大家修正 然後 我主力也不是在地邊機器 所以剛才我有點落差 這次 比較像要抱歉的部分 然後呢 當你建好了之後呢 你可以怎麼樣去檢查你的資料呢 例如說我今天 你套了一個 欸 這整個OSM網站上 我這邊會查尼毒灰 你可以按查尼毒灰 然後 點上去 他就會告訴你 這部機我哪些東西 例如說這部機我打核到淡水河 你也點下去 他就會告訴你說 好這次的核到淡水河 他在OSM上的兵號是幾號 他是第30個版本 我改過了30次 最後一次改 是誰改的 他做了什麼 投桌米 你剛才教的東西有沒有哪些 你可以做了一個事 他屬於哪個觀念 這樣我們可以 其實你剛才看到這邊的 我們鄧水河的觀念 我們點進去鄧水河的觀念 對 這個鄧水河的觀念就會顯示說 鄧水河的主流當中 他哪些層 對 你就跟他說 只想鄧水河已經建起來了 因為他都會從頭到尾 是一個很完整的一個流域 對 這東西就是 他想嚇吃了 對 他有32個成員 對 對 他用這種感覺 對 這個